我太太他們的家族 連押租金也涉算利息 開花票給這個租戶 這個大概是我也很少見的 面對民進黨集合猛攻 凱旋苑一戶一門牌 鑽巧門避稅 唯有一進半不只亮出報稅 但還開出大決 凱旋苑目前尚有五十幾間空屋 我們全部以捐款方式補貼資助 想要在凱旋苑租屋的中低收入戶 清寒青年朋友 2026年6月和廠商租約到期後 我們就會透過 例如崔媽媽包租貸款方式 將整棟大樓改為青年房舍出租 或改為社會住宅 持有凱旋苑的侯友宜太太任美玲 委任律師發出聲明 將租金年收可達2000萬元的房產 等到2026年6月合約到期後 將做社會住宅或七年住宅使用 想要米瓶爭議 但民進黨再丟旨意 侯友宜的家族把門牌 不管是拆成九十九間 或是拆成現在的一百多間 就是為了規避房屋稅 炮轟整棟宿舍 門牌號碼從九十九個分割成一百零三個 多出來的四戶公共空間 質疑是否在避稅 根本都是從學生身上炸出的錢 他把這個房子隔成九十九間 不是因為要逃漏房屋稅 因為房屋稅它的稅率是非常的低的 其實我們給它試算起來 整棟把它加起來 其實也十幾二十萬 侯正營拋出未來將凱旋苑 轉作社宅或青年住宅 希望選佔最後關頭 讓爭議醒 日如一敬陳建達 華視採訪報導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